Hello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又進來看我的影片 我現在就在家了 Obviously 很順暢 今天我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剛剛看新聞 香港是連續第五天零單確診個案 但是我們都不可以鬆懈 今天我真的傻了 跟大家在家一起嘗試做眼睫毛 其實這段時間我就買了很多DIY的東西 打算拍片 我自問就不是一個手藝 或者耐性很好的人 今天要用自己的眼睫毛組實驗來拍這個影片 我也是很緊張 而且有時拍片的時候 猜得鏡頭有沒有鏡 其實都挺難做的 我自己本身就已經做了 各蛋白的電眼睫毛很久了 大家可以近看我的眼睫毛 對上一次其實是差不多兩個月前做的 還有一點點效 我覺得可以不用做的 不過為了拍片 我又覺得買來玩一下 有些題材也好 要不然我又沒得出街了 不如事不宜遲 如果大家想看我怎樣做我的眼睫毛 那我就繼續看下去了 No.1 Step No.1 要先潔淨眼睫 我現在是沒有 Oh 剛剛一下插了我的眼睫毛 現在有眩眩看東西 從來不是一個對自己的眼睫 很溫柔的人 不過我一幹開眼就 嘩好爽 雖然捉到截 昨天洗澡的時候 又很粗魯的 弄一些水都入了我眼睫毛 Nice I guess we should keep doing it It's Number 2 隨身上眼睫 紅色距離她 以我現在的狀況 其實很明顯 我就可以做一個眼睫 有任何兩隻眼睫的人 我覺得這樣 還是這樣 是不是要貼近一點 這個東西的方向應該是向上 應該是向上的 帶些膠水 我現在連桌子都沒有 我放在我的大腿上 我希望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我這份的勇氣為了Youtube Video 同時我也很想向美容師致敬 我們現在回來之後 繼續有眼睫毛膠水 多塗一點 很搞笑 現在有點像在畫眼線的感覺 但你又感覺不到 然後我就用牙籤這樣 我現在很慘 單眼我沒有看到發生了什麼事 剛剛做的真的很噁心 右眼我再做一次 其實已經有經驗很多了 最重要是要拉到眼睫毛很直 很整齊 而且如果膠水開始乾的時候 可以再加一些新的 濕潤一點就會好整一點 我想說原來是很難的 因為現在膠水已經開始 很稠 這個步驟應該是不可以碎 因為你打完結 你電出來就會很噁心 我要再澄清一次 今次這條影片 絕對不是教學 絕對是這個 令人看得很辛苦的影片 我覺得很噁心 我做得怎麼樣 如果定型之後 我的眼睫毛是這樣的 我會很不開心 這個時間很重要 因為膠水 實在是乾得太快了 如果你一塗完 你沒有立刻把眼睫毛上去 那你就糟糕了 加油 我們可以的 告訴自己 你可以的 固定好之後 就可以塗這個 Step 1的這個Cream 對不起 我現在好像很瘋 戴不到我的眼睫 這個Cream 其實那種感覺是很熟悉的 有點像去了Salon 染發那種 chemical的味道 接著現在大概要等4-5分鐘 很睏 其實現在要逼著 閉上眼睫 說明書說 不要貼到最根部 眼睫毛尾都不要 我現在塗完之後 我就拿這個保鮮紙 包著 這次要焗久一點 就要等 說明書說要用保鮮紙 我出去做都有用保鮮紙 但我個人經驗 我覺得就 可以不需要 身後完全是沒有鏡 我看著那個CAMERA 那個螢幕 不知7分鐘之後再見 我剛剛已經折了膠 一下子已經掉了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 我已經看到眼睫毛 好像有點矯了 可能因為我第一次做 也有一點很嫩的感覺 而且我的眼睫毛 為什麼這麼疏 不太好 但我覺得我下一次 如果有經驗 我就可以做得更好 我先做另外的眼睫 馬上熟手很多 我回來了 我今天全天就在家製了這件事 其實我第一次覺得有點失敗 因為毛好像很亂 好像炒焦了 現在完成之後 其實我想給大家看一個 close-up 都可以 是有效度的 而且我覺得第一次來講 我真的覺得自己做得算是挺漂亮的 每一次我做完這個 lash lift之後 再塗膠色 我都有一種很滿足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的眼睫毛 是天生很幼 所以如果我夾的時候 它經常都沒有力站起來 很容易掉下來 再加上我塗這眼睫毛液 很濕的話 它更加是笑不起 但我做完之後 方便了 就太多了 好 那今天的試驗又差不多了 都挺成功 但如果你問我 你會不會再付錢去做呢 即是等美容服務開完之後 我都會去做 因為始終別人是專業 而且手勢會比較好 而且我馬上有訊息 就收到我的朋友說叫我幫你做 但是 所以我覺得今天又好像多了一個新技能 其實我今天很疼 因為平時我拍影片 我都會扮漂亮一點 化妝 因為通常的東西放得上網 就有底 那些人永遠就會有了這個紀錄 我這個 那麼醜的樣子 但不要緊 反正我今天其實都不會外出 不過很感謝大家今次收看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了 Bye